虽然早在上个月初AMD就为玩家们带来的旗下RX6000系列显卡的第六款产品RX6600 但由于售价与性能并不讨喜甚至连发布会也没有开 所以并没有引起玩家们的注意 然而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AMD接下来将发布两款新卡 那就是更加入门级的RX6500XT和RX6400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其实依照往年的产品来看 AMD于2019年发布的RX5000系列产品其所覆盖的型号并不算多 而被大家熟知的也仅有RX5700XT、RX5700、RX5600XT和RX5500XT等四款产品 但它们的最高水平却只能媲美NVIDIA的RTX2070 所以AMD方面就直接暂停了RX5000系列的后续升级计划 而这一切的原因都要归结于第一代RDNA架构的性能不给力 然而在核心和架构均升级之后 RDNA架构所带来的RX6700的显卡并迎来的史诗级加强 这也得以让AMD重拾了此前展现刀法的信心 具体来看作为AMD第七款RDNA架构的显卡 RX6500XT的代号为Bitch Goldbit将会采用台积电7nm制程工艺 但会基于前新的Navi224核心打造 拥有1024个流出力器、16组计算单元和8个WGP单元 由于此同时且会支持16M的Infinity Cache无线缓存技术 并配备位宽仅为64bit的4GB GDDR6显存 TDP功耗约为100W 这样一来挖矿是几乎不可能了 毕竟4G的显存矿国们可看不上 除此之外根据推特用户表示 RX6500XT仅为配备单个SDMA引擎 以及两个着色器阵列 而每个着色器阵列还将拥有128K的L1级缓存 和1兆的L2级缓存 至于性能方面 其仍将是面向于1080P分配率下的游戏 但由于仅有RX6500XT50%的核心数 所以整体性能预计仅在GTX 1060左右 但根据WC SafeTech的消息指出 为了保证基础的光追性能 RX6500XT的加速频率将有望突破2.8GHz 来到RX6000系列显卡之最 当然除了RX6500XT外 AMD还有一款基于Navi R24核心打造的GPU 那就是RX6400 即将拥有768个流出的器 12组计算单元 但同时会配备未宽为64bit的4GB GDDR6显存 也会支持16M的Infinity Cash无线缓存技术 TDP功耗约为75W 但它并不需要独立的电源供电 直接插上主板就可使用 其他细节则没有太多消息 而在价格方面 根据供应链的消息显示 RX6500XT的国外售价将是250美元起 任何人民币1599元 RX6400的国外售价将是200美元起 约合NB1299元 但根据Videcast的消息显示 两张显卡的有望和RTX3050和RTX3050Ti一样 于明年年初首先登陆游戏本市场 这样一来 矿工们想挖矿的话 试一试都不太行 但不知道后面的周面端上市之后 又会是何种景象 另一方面 根据HardwareTimes的最新消息显示 由于受到台积电7nm产能的影响 AMD将会把7下卖的最好的RX6700XT和RX6600XT 升级至台积电6nm供应 以此来获得更好的芯片供应 而这也就意味着RX6700XT和RX6600XT的性能 将会小幅其身 所以各位等等党们 你们的机会又来了 但要我说 还不如直接期待一下 明年登场的AMD RX7000系列和NVIDIA的407 毕竟它们的性能升级才是刚刚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的意见三连讲解我们更新视频的持续动力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意见 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